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小音乐家杨柯 从前波兰有个孩子叫杨柯 他长得很瘦弱,脸黑黑的 淡黄色的头发直披到闪闪发光的眼睛上 杨柯的母亲是个短工 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 好像寄居在人家屋檐下的燕子 杨柯八岁就做了木桶 杨柯很爱音乐 无论走到哪里,他总能听到乐声 有时候,他到树林里去采野果 回家来,篮子常常是空的 一个野果也没采到 他说,妈妈,森林里在奏乐呢 欧依欧依 天野里,小虫为他演奏 果园里,麻雀为他歌唱 凡是乡村里能听到的一切响声 他都注意听着 他觉得都是音乐 对草料的时候 他听到风吹得他的木叉乌乌作响 有一次,他正听得出神 被监工看见了 监工解下腰带 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要他永远也忘不了 大伙儿管他叫小音乐家杨柯 春天来了,他常常跑到小河边去做笛子 傍晚,青蛙呱呱地叫起来 啄木鸟嘟嘟地啄着树干 甲虫嗡嗡地叫 杨柯躺在河边,静静地听着 村上的公夫常常看见杨柯悄悄地躲在乡村旅店的墙角下静听 旅店里有人在跳舞 有时候传出脚踏地板的声音 有时候传出少女歌唱的声音 小提琴奏出轻快柔和的乐曲 大提琴用低沉的调子喝着 窗户里灯光闪耀 杨柯觉得旅店里的每一根柱子都在颤动 都在歌唱,都在演奏 小提琴的声音多么美妙呀 要是能有一把小提琴 杨柯真愿意用自己的一切去交换 只要让他摸一摸 哪怕只摸一下 他也够满意的了 杨柯用树皮和马踪自己做了一把小提琴 但是怎么拉 也不像旅店里的小提琴那样好听 他声音小,太小 就像蚊子哼哼似的 可是他还一天到晚拉着 地主的仆人有一把小提琴 他常常在黄昏的时候拉 杨柯多么想仔细地看看那把小提琴呀 他悄悄地从草堆边爬过去 爬到石巨间门前 门开着 小提琴挂在正对着门的墙上 杨柯很想把他拿在手里 哪怕一次也好 至少可以让他瞧个清楚 一天傍晚 石巨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杨柯躲在草堆后面 眼巴巴地透过开着的门 望着挂在墙上的小提琴 他望了很久很久 他怕,他不敢动 但是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 在推着他往前走 推着他那柔弱的瘦小的身子 悄悄地向着门口移动 杨柯已经进了石巨间 他每走一步都非常小心 但是,恐惧愈来愈紧地抓住了他 在草堆后面 他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自在 可是在这儿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闯进了笼子的小动物 夜静得可怕 月光偏偏照在杨柯身上 杨柯跪在小提琴前面 抬起头 望着心爱的小提琴 过了一会儿 黑暗里发出了一下轻微的凄惨的响声 杨柯不小心触动了琴弦 忽然屋脚里有个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 在粗鲁地问 谁在那儿 杨柯憋着气 有人划了根火柴 蜡烛亮了 后来听到骂声 鞭打声 小孩的哭声 嘲嚷声 狗叫声 烛光在窗户里闪动 院子里闹哄哄的 第二天 可怜的杨柯给带到管家面前 管家看了杨柯一眼 这颗瘦小的孩子 睁大了惊恐的眼睛 怎么处置他呢 把他当作小偷成犯吗 孩子太小了 几乎站也站不稳 还用送到监狱里去吗 管家最后决定 打他一顿算了 管家把庚夫找来 对他说 带他去 打他一顿 庚夫点了点头 夹起杨柯 像夹一只小猫似的 把他带到一个小木棚里 孩子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也许是吓坏了 只是瞪着眼睛 像一只被抓住的小鸟 他哪里知道 人家要把他怎么样呢 杨柯挨了一顿打 他母亲来了 把他抱回家去 第二天 他没有起床 第三天傍晚 他快要死了 杨柯躺在长凳上 屋子前边有一棵樱桃树 燕子正在树上唱歌 姑娘们从地里回来 一路唱着 啊 在碧绿的草地上 从小溪那边传来笛子的声音 杨柯听村子里的演奏 这是最后一次了 树皮座的小提琴 还躺在他的身边 小音乐家杨柯睁着眼睛 眼珠已经不再动了 白花树花花的响 在杨柯的头上 不住的嚎叫 空口 了解 菜单 掀 菜单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